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买了一条鲁鱼 跟大家分享一道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喝的药材汤 准备了党参一根 四片的白山 还有四个红枣 一小把的枸杞 十克的茯苓 我们首先把这些药材拿去清洗干净 我们广东人一年四季都爱喝汤 这一款汤水也是比较滋韵 主要是这个党参要给它搓洗干净 因为它亦有篱笆 洗好的药材除枸杞外 其他的全部放到大碗中 党参要给它剪一下 这个白山给它掰一下 再往里面加入少许的开水 给它泡20分钟 接着我们来处理鲁鱼 把残留的血液黑膜泥酱给清除干净 鱼汤的鲜是其他肉类比不上的 而且营养价值又高 大家平时可以多炖一点鱼汤来喝 清除干净后 我们再把这些鱼刺给剪掉 处理干净的鲁鱼 我们先用厨房用纸 给它水分给吸干 等一下要经过煎制 防止它崩油 好 吸干水分后 我们用刀给它划一下 整条来 两边都一样 最后再准备少许的姜片和香菜段 热锅来点油 先把油给烧热 油热后把我们的鲁鱼放进去 先制两面微黄 全程用中火来煎制就可以了 不用煎的太老 太老的话 那个鲜味就流失掉了 一面煎上两三分钟就差不多了 反过面来 把另外一面也煎一下 反好面后 还要给它加一点高度鱼鱼 再把我们的姜片给加上 姜片的香味出来后 我们就可以倒入开水了 接着把我们的药材连带水一起倒进去 不用盖锅盖 直接先用大火给它煮上五分钟 这个时候把表面的油脂给它打掉 大家要记得炖鱼汤刚开始一定要用大火 用大火来炖煮它的汤色才奶白 好大火煮了五分钟 现在汤色已经变白了 现在把锅盖盖上 转小火给它继续炖煮二十分钟就可以了 好时间已到 现在把枸杞给加进去 枸杞一熟啊 最后加就可以了 调一点点盐 再来点胡椒 这道药材鲁鱼汤就炖好了 汤色奶白 味道鲜美啊 非常适合秋冬季节喝的一款汤 喜欢的朋友 也一起来做给家人们喝喝吧 鲁鱼整条来炖 老人小孩都不怕那些骨头了 放上香菜段就可以开喝了 不喜欢的朋友可以不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